在欧债危机的威胁下 美国股市以及欧洲股市都受到严重的冲击 有经济学者指出 全球经济不向二次衰退的风险已经升高 全球金融市场的剧烈起伏 至少在未来半年恐怕会成为常态 但是中国却在最近频频的释放 可以安然度过金融风险的讯息 究竟中国经济能不能在这一次的金融危机中 幸免于难 我们今天的焦点纵横为您探讨 吴教授您好 您好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黄平说 新一轮全球金融风暴 的确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不过他相信大陆有能力化解 而防患于未然的重点 就在于解决就业和通货膨胀等问题 所以想请教老师 这一波经济危机 中国真的能置身于外吗 我们先说 这个全球的这个经济危机 到底是有没有过去 因为这个近年来 大家都在讲二次风暴 这个二次衰退 那其实在我看来 这个衰退 或者说这个风暴 那其实它从来就没有说过去 因为这个根本的这样种 这个原因都还存在 根本原因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钱太多了 或者说它最后呈现的就是超额供给 超额供给你没有办法用说印钞票 然后来把它 这个去把它冲销的 这个是不可能的 因为钞票一印的时候呢 其实它不是 然后把那些东西 多余的那个东西把它除掉 而是隐然让更多的这个投机炒作这个东西来 另外一方面 这个通货不上当然也非常的严重 所以这个是其实是全球性的 因为现在这个钱 大概在全球都是用印钞旧市场这种情况 所以钞票越印越多了 这个根本的这种源头都没有去掉 但是呢 现在如果是大家把那个钞票不印了 那马上那个所谓的经济它就真的是会垮下来 但是垮下来呢 它会一段期间 如果你让市场去调整 它很快的就会上来 可是大家都不敢冒这个风险 所以现在呢 这些风暴都还是在 所以说不是只有风满楼了 现在都没有这个消失 但是中国会不会说它这个独占气势 或者它会这个很好 我想不可能 因为它今天呢 它已经没有办法再高成长了 那没有办法高成长呢 对于他们就业 其实会造成很大的问题 那最近也发生 这个中小企业倒闭草 非常严重 所以对就业这个冲击 应该是非常大的 另外呢 我们也知道 现在正在这个通货膨胀非常严重 所以啊 这个学者他就提出 这个能够避免通货膨胀 然后能够刺激就业 我想这个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了 所以我们对这个中国经济啊 应该是要非常小心 而不是呢 往这个乐观的 然后去看待才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